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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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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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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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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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我站在他們中間呢 好像沒有什麼去練人機 有啦 有啦 現在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練這麼壯 女孩子究竟會不會喜歡 這麼壯的男生呢 我是蠻喜歡的 但是就是看因人而異啦 不用到這麼壯 但是我喜歡一定要壯的 具體來說有沒有一個參考的選手 蛤 你說 講到吃碎練 那練的部分 練的部分你們的訣竅是什麼 呃 很多耶 很多細節 可能找好哥上課比較快 我是直接交給好哥 訓練的話我覺得動作知識很重要 再來就找對教練喔 嗯 還有訓練上的強度也非常重要 呃 因為我一直都會走那種就是 偏肌力訓練 所以在重量上的話就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在肌肥大的效果就會再更好 當然還是要找對教練 在動作上的調整 品質也要夠好 然後再去做適當的肌力訓練 然後再去做適當的肌力訓練 看好哥那時候是不是其實蠻擔心 韓哥不確定會不會贏 我講這個問題其實我覺得 因為兩個都是我的朋友 但是因為 一個是學生 對 因為韓哥是跟我練的 所以我當然是希望他贏 所以我當下是覺得有點緊張 因為他們兩個都很強 嗯 就是而且韓哥在幾個動作 甚至輸給舒淇俊 所以我緊張到有沒有 我直接衝到後台幫他加強熱身 嗯嗯 因為原本我以為他不需要熱身 嗯 原本以為 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舒淇俊要比 敢想 我很緊張 小時候要輸了 欸 非常緊張 我是蠻開心的 但是就是也很緊張 因為我其實前一天 欸 前幾天啊 腿很腫 你不是只有腿很腫 你全身都很腫欸 怎麼可以這麼大隻啊 就是很 發炎的狀態 所以我超緊張的 對 只是我 外表看起來很輕鬆 我在台下 只為韓俊朗加油 你會不會有點難過 稍微 我在後台只幫韓俊朗熱身 你會不會有點傷心 有一點 我在這邊鄭總統跟舒淇俊說聲 對不起 那我想要問就是 對於想要比賽 想要當選手的人 有沒有什麼建議 給選手 想要比賽的選手建議喔 真的要下定決心 我只有這個建議而已 不是玩玩的 如果真的要比 就真的要 真的要捨棄滿多東西的 我個人覺得 其實沒什麼建議 我覺得要比就 就衝出來比 比了就會 知道自己適不適合 因為環境也是很重要 很多學生其實 到一半 可能比一兩場 他就消失了 因為他環境不允許 所以還是要測試過才知道 所以不要猶豫啦 就是人生 軟軟幾個丘嘛 沒錯 沒錯 為什麼? 怎麼會做 dat 不太太便當 肩膀鼻頭大 什麼叫重的標準 肩膀鼻頭要大 那我想要問接下來的目標是什麼 接下來的目標是今年年底 11月的日本賽 職業卡賽 我的目標 下一場是香港 然後越南菲律賓 如果沒有就日本還有台灣 我接下來的目標就是參加模型比賽 身為選手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下一個台灣有沒有人 可以在健美這個項目 站上奧賽舞台 我私心當然是希望拱歌上去 如果是傳統健美的話 所以你覺得他最有機會站上奧賽舞台 那我是希望他上去 但他現在有點半退休的狀態 我覺得是熱狗 為什麼覺得是熱狗 你不會覺得是自己嗎 我自己還沒拿到卡 那你的教練有問題喔 你要不要考慮換教練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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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教練是我 對就我認為是熱狗 那如果豪哥付出的話 就豪哥你了 我們這一集是很嚴肅的 你們好像就是在跟我開玩笑 對不對 我覺得你們就練你們了 我跟寶妮去吃飯好了 現在是我的圓夢時間 我那天在看比賽的時候 因為那個他們全場post down 就會走下來 我覺得好像當裁判老師 我們現在有三個裁判 我們現在要開他們全場post down 好 這個當裁判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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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正面喔 你們每天看到他 一直會覺得 大嗎 很爽嗎 還是會啊 噢好恐怖 好驚人喔 這什麼背啊 這什麼背 防風背 好辛苦喔 好我們現在給台上選手30秒pose到時間 好啊可以可以可以